再为大家连线请要到专家是分析师谢宗玲了 宗玲好 弟姐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宗玲我们刚看到了 不管是这个元宇宙的概念啦 还有呢这个是比特币 以及双化化工化仙族群 近期冲高之后 我盘面当中震荡的波动也还蛮大的 目前留意下 因为盘面当中受到了旗指的一个震荡撒压 大盘在刚刚有明显的出现 涨点收敛往平盘来进行回测的表现 如果大盘来到了季线关前 看起来有一点点震荡 还是得尊重军线压力的话 我们不要去追踪投机氛围浓的 往投资找看谁呢 长线搭是不是认可比较多的是电动车 鸿海总长刘央伟 昨天应邀三三会来做演讲 其实他就说了 电动车2024年全面起飞 他认为是台湾的机会 所以当现在搭载热潮 这种本梦笔题材的个股 我去找电动车题材 算是比较低档布局趋势股的方向吗 那要挑哪些个股比较稳呢 基本上像电动车的部分 庭倩你刚刚讲到投资跟投机 对不对 其实电动车它也有点投机 也有一点 只是它的筹码面是 就是因为凡有在买 所以你筹码看起来 你可以把它那个投机稍微合理化 那像刚庭倩一开始讲到 讲到那个大盘的部分 其实你万七光卡甚至说三秒季线 它本来就不太容易过 但是我们换个角度看 你看那个OTC OTC其实昨天大阪在震荡 OTC还是红的嘛 对不对 那其实就今天部分 如果说你来看的话 其实OTC 如果说以现在的点位看 你是连六红 所以其实目前来看的话 就是我个人认为 盘面上它还是有人在的 有人在的话 它就有机会各部表现 所以就是你从各部来做出发 好那回到刚刚提前讲 那个电动车的部分 其实最近电动车 主要就两块在涨 一个叫什么 一个叫电磁 一个叫什么 一个叫做二级体 甚至昨天还动了一个充电桩 还有打线价也蛮强的 对 那如果说我们从好面来看的话 如果说你看昨天那个投本比的部分 你可以发觉目前的投信 投信其实它的做法 甚至说它的买盘 是很集中在一个组群 就是什么 就是二级体的部分 像那个昨天投本比 第一名是谁 第一名是那个2481的强帽 第二名 第二名就一样 也是做车用的 它是车用的那个三个 它是建策 第三名是525的台班 第四名是825的棚城 也就是说你光看前面的五支 光看前面四支 还没看到第五支 你就投本比这样从第一名 一直看到第四名的话 四支里面就有三支是什么 四支里面就有三支是二级体的 所以就是 就是钱在往这个地方挤嘛 那钱在往这个地方挤的话 今天我相信这个震荡很大 对不对 震荡很大 到底到底是可以买还是不可以 或者说什么地方 你可以留意它 其实涨多本来就会震荡 股票涨多就会震荡 但是你要去看的是 它到底多方惯性 有没有就是在短片上被改变 那多方惯性 其实就比较简单的方法看 就是你跟前一天的K线 在做比较 跟前一天的K线来做比较的话 它是不是高点过高 低点不过低 如果说前一天的低点被跌破的话 代表什么 代表它可能短片上 因为可能真的拐力过大 它可能要稍微需要混一下 甚至可能会混个三到五天 但是如果说 K线跟前一天比的话 它是高点过高 低点不过低 它整个惯性 它没有改变的话 搞不好怎么样 搞不好只是短线上 稍微休息一下而已 我们就举彭城来为例子好了 因为彭城它属于比较高价的 然后呢就是投信 最正的一直在买的 甚至于它是 以最近来看 它是 因为像如果说 以前来讲 前天是彭城先拉上去 然后后面台办跟 那个强暴才跟得上去 所以如果说 我们就先就最强的股票 因为你股票基本上就这样 就是你要有族群星 族群星里面 你要有一只先在前面冲 你一只先冲出去 另外其他跟上去 它整个族群星就出来了 如果说你看彭城的话 就是如果说 我们稍微再切稀一点 就是你光看日线 就是它没有破坏 如果说我们切稀一点 看30分钟K好了 其实30分钟K的话 30分钟K我们这个地方看什么 但第一个看 它上面到底有没有太老梁 以及它的短线上趋势 到底有没有被破坏掉 那短线上趋势被破坏掉的话 其实就是 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你看30分钟K 看比较细一点的话 你可以把切出一条均线 就是20均下线 那如果说你先来看的话 彭城它那个 30分钟K里面的20均下线 其实它是还没跌破的 那如果说我们再 稍微配合一下量能来看的话 它到底有没有 上档到底有没有太老量 其实你如果说你就K线来看的话 它目前最大的 就这一天来看 最大的量是 最大的量的是10月20号 也就是昨天 昨天9点半的那一根K棒 那根K棒基本上 成交量是有 6,890张 但你目前来看的话 这一根量到底有没有被太老 其实它是没被太老的 也就是它上面基本上 它是没有太老量的 然后呢 股价如果说 又要要均线这边的话 其实我认为像这个 应该就是什么样 应该可能就短线上 应该是还是可以留意 就是它形态是没破坏的 那如果说我们用同样的方式 去看什么 我现在今天那个ABF也震荡很厉害 对不对 对对 哇 也是害来害去 走到要死 一样 一样 你去看最强那一支 最强那一支是先过高 就是紧缩 紧缩 对 不过今天杀对众也是他 对 对 没错 就是杀下 但是杀下的话就是 如果说你这样看的话 就是像刚提前讲到 哪些强势股拉回是 你现在是可以留意的 对不对 对 你做紧缩来看的话 它现在 昨天低点是234.5 那今天呢 现在价位 你很明显看到 这个已经跌破了 所以就是它的惯性怎么样 它的惯性有一点点要被改变 当然我说的改变不是说什么 不是说什么什么 它要并空头 什么大跌特跌 不是啊 而是它这个已经涨上去 乖离跟月线乖离 已经拉出来的话 其实它容易怎么样 它就容易做震荡 那这个震荡可能就是 可能会有几天的时间 然后就是稍微 稍微去把那个 又点月线上来 就会被人家乖离 那如果说你在看那个 30分钟K 你可以发觉它跟我们刚刚讲的什么 蓬城不太一样 我们刚刚讲蓬城 30分钟K里面 第一个它没有破线嘛 对不对 还没破线 但是你就紧出来看的话 它这个 30分钟K里面的20均下线 它已经跌破了 而且就是在今天的早盘 差不多10点半 它就掉下去了 那掉下去其实它就会鬼混 那会鬼混的话 一样我们再看它最近的大量区 有没有上面 有没有他老的人在上面等着 如果说它最近的大量区 在10月20号 也是昨天啦 10月20号的9.34 而且你就K棒来看的话 它很明显那根什么 那根是绿色的棒子 那就是这个地方有人丢出来 有人丢出来的话 可能就是短张套住了嘛 那一根K棒的低点是234.5 234.5现在就套住了 所以它如果要鬼混的话 你如果说真的要 比如说像那个ABF部分 当然我认为这个后面是趋势 没有错 这个后面趋势 但是你什么时候切入会比较 会比较漂亮 不要说买了这边 今天就不太适合 对不对 就是你如果说你就这个逻辑来看的话 今天当然第一个 你不太适合 因为它还没转强嘛 我买股票买转强 不是买来这边都跟 不是买来刚跌破这种 对对对 就是刚跌破可能要混个三五天 如果说明天再混一一下 你可能就受不了了 也就是它站上30中间里面 这样20均下线 表示它要转强 如果说我们刚刚跟大家提的 那个234.5开始站上的话 代表什么 代表说它可能要往上推 所以就是你这两个部分来看的话 所以如果说我们综合 我们刚刚跟大家提的是 以短线上这两天强势的 比如像有二级体 又有ABF的部分 如果说以今天这个震荡的方式来看的话 你要优先留意谁 你可能要先优先留意昨天 投奔比较高的 甚至于在今天为止 那个下面 就是它的量是在下面 因为大量去做支撑嘛 上面没有太好量 下面有大量去做支撑 然后又在那个20均下线的 那个二级体的部分 所以二级体应该 我认为短线上多所要回的话 应该可以是要优先留意的标底 好 今天总理你给大家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盘中 买点的交战 到底一些涨多拉回股 盘中到底可不可以追 刚刚总理给大家的一个方向 是包含了30分钟线里面的 20均价线 盘中呢 如果做跌破 那你就要去看咯 前面到底有没有 这些套牢的压力 最好呢 是买没有跌破 有机会推升转强的 这是盘中呢 比较适合给大家 参考的一个进出点 那如果真的要看题材的话 我还要请总理 帮大家来关心一下 IC设计了 因为这个台积电 今天占回600元 还蛮多IC设计股 最近也在盘面当中 有进行轮动点火 这是最近为什么 这电子股的热度 加温的主要原因嘛 今天我们曾经帮大家分析过的 IP戏剧彩礼 力旺 今天已经担任到了 股后的位置了 成为新科股后了 所以代表着 IP股的资金集中度 还是很高 只是2000多块的股票 很多人都想问 我能不能看大作小 看大作小 也要跳IP 只能看智源了吗 还是去看 其他被点动的IC设计呢 就是力旺跟智源 它是完全两个 不同的逻辑 因为他们虽然都是IP 但是力旺走的是什么 力旺走的基本上比较偏台积电这边 而且呢 而且它有个立志 对不对 所以有个立志的话 你可以很明显的 就是很直接想到就是 跟力旗电有关系 那这边 IP股里面 到底谁还有跟 那个力旗电是有关系的 没记得刚分拆 刚挂牌的 爱普的 爱普啊 爱普跟那个地方 不是同个老板吗 所以如果说你这样看的话 你会发觉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它是有 就是旁边有人在 但是如果说我们回到逻辑的话 就是我们看台移电 基本上就看 它最主要就是3D封装 3D封装里面 其实那个你要封起来 其实逻辑IC是配记忆体 配记忆体的IC 那记忆体有分两种 一种叫 就是DGEM 一个叫Flash 那其实这个都是要配合IP的 因为就是在研发的时候 就是IP整个拿出来 下去做研发 其实为什么爱普会这么强 其实爱普它是 它那个不是暴跌 你都看错了 它是分割 一张变两张 你股价把它除以 乘以二的话 它现在是八百八 就是应该是八百八十块 那你那个DGEM的IP 在爱普身上嘛 然后Flash IP 就在创意身上嘛 所以为什么创意这边 会一直涨 你就发觉说 就是IP在他身上 后面如果说走3DIC的话 可能就是什么 你可能就是看创意的部分嘛 那也就是如果说 你就台电这一块 可能就先往这两次去看 因为真的有时候 其实就是这样子 那如果说你要看 比较便宜的话 其实比较便宜 我相信那个在我之前 都在讲什么 元宇宙嘛 对不对 都在攻元宇宙 其实像这个题材 这是我这个题材 你要特别留意 因为现在是第四季 第四季基本上 其实像 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些股票 你会发觉很多都是 做梦行情的股票 什么元宇宙的股票 或者说什么IP 这些全部都是做梦的股票 也就是第四季 基本上走做梦行情的话 中旁行情看的是题材跟筹码 他不看EPS的 所以你现在要先 把EPS这个观念把它拿开 因为目前的实物 就是第四季 一般来说 第四季没在看这个东西 那没在看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元宇宙 又跟那个ICC有关系的话 其实基本上就 两支 比较可以留意的是两支 一支是什么 一支刚刚有在发动什么 5351的预创 这是跑上去的啦 它比较便宜的 还有另外一支可以留意的 3169的这个 亚信 预创是做3D建模组 3D建模里面的那个IC嘛 然后亚信呢 亚信是做体感网络的 那个感测的部分 那亚信一样 就稍微做个震荡 而且如果说你看 亚信它是联发科 联发科这边的嘛 所以跟联发科这边的话 就是它有一个福爸爸的 那个题材跟加持 而且如果说你看营收的话 其实亚信 亚信的营收 其实你去看的话 它是一路在创新高 也就是题材 题材当然归题材 那题材如果说可以配合 它的那个EPS的部分的话 就是如果说你比较有基本面的话 就是亚信 亚信跟郁创 但两次营收都往上走了 但是如果说 你就目前的那个下里面来看的话 亚信它的营收是一路在创新高 那一路在创新高的话 应该就是短暂上 应该是先往这地方看 那先往这地方看 那一样回到什么 回到我们刚跟大家说的嘛 就是你要切买卖点的话 你要怎么切 你要切 你是不知道切上面 没有套劳量的 然后呢在20均加线这边的 就30分钟K里面的20均加线嘛 所以你这样看一看的话 亚信刚好现在干嘛 那刚好回到这个是算还不错的支撑点了 所以短暂上应该 如果说你钱资金稍微够的话 应该可以稍微留意一下亚信 那如果说 你要再便宜一点的话 便宜一点的话看谁 可能就先看余创 反正就是爱意识 这边搭配元宇宙的话 应该就这两只短暂上 给大家做参考 好 非常感谢总理 我们带来在今天盘面当中 有些强势拉回股 给大家一些盘中的买卖点 相关的技术面参考了